很多香港人的中心目標就是買樓上車做業主 但面對香港的樓價高企 不少人都覺得這個目標遙不可及 住宅樓價截至今年6月底 已經由2021年高峰下跌13% 金管局月初更宣布放寬3000萬元以下的樓宇按揭乘數 現在是否入市一個是換樓的良機? 有甚麼策略要注意? 今集《理財要貼地》有我Vivian邀請了三位重量級專家 包括幾位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博士 長億地產總裁汪敦敬 港田物業營業董事殷子民私信 和大家討論一下